很多朋友觉得我把呼伦小岛小黑养得很好 他们在爱里长大 性格稳定 颜知在线 可爱 粘人 不拆家也不闯祸 总带着股神气 自信又自由 就是那种传说中的别人家的小猫 而我用镜头记录下的有猫相伴的生活 也成了很多蝉使官和准蝉使官向往的岁月静好 所以每次看到私信说因为看了我的视频而养了猫 养了阿比 我都觉得自己做了一桩好事 但其实也听说过不少抱怨 觉得真实的养猫体验和视频里看到的很不一样 其实我很能共情他们 每周一到两期的视频 顶多只分享了我和猫猫们20%的日常 还做了加工和剪辑 而现实中养猫 我和他们一样 也是一路在打怪升级 那今天呢 就想带大家倒回2019年 聊一聊我刚养第一只猫 也就是呼伦的时候 经历过的那场兵荒马乱 2019年11月 呼伦四个月大 粪检发现了低虫 众所周知低虫治起来非常费劲 而我新手养冒一上来就碰上 也是够碎的 幸好当时我家旁边就有一家很好的宠物医院 因为我的观众里面有很多是上海的家长 所以我说一下名字 叫小窝 在浦江镇 院长姓王 技术好 人也好 王医生给我们开了药 具体是什么药 我现在不太确定了 是他自己配的一种液体药剂 按一般低虫的治疗方案 这里边应该是有假小座 然后喂药呢 就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事 低虫又是很容易反复的毛病 不会一管子药下去 就能立马见效的那种 而且这个虫啊 它能在粪便中存活比较长的时间 如果小猫咪上完厕所舔屁股 或者踩完了猫砂再舔脚 就会出现一个死循环 所以那段时间 不管白天还是晚上 只要呼噜一进猫砂盆 我就守在附近 第一时间要去给他擦屁股擦脚 然后缠屎 你们能想象到吗 就是那种大半夜 睡得好好的 听到了踩猫砂的声音 我俩立刻就醒 然后猫砂盆呢 也是隔三差五的就得洗 刚开始其实也隔离了他几天 虽然当时只有一只猫 但是我还有狗嘛 就是不确定会不会传染 但是咱呼噜自在惯了 就关起来实在是闹腾 然后我觉得他心情也不太好 所以就放他自由活动了 无非就是我得累一点 家里面每天得打扫好几次卫生 还有就是得防着他再接触到生水 当时我家那个厨房 是一个开放式的 然后他老喜欢去水池里边舔 简直是防不胜防 今天给大家看看我们家厨房 也不知道这个水池到底有什么魔力 小护轮特别爱在这待着 为了不让他接触到生水 所以我买了个这种折肥的绿水架来挡着 但他居然可以用头把这个边边顶开 然后钻进去 而且奇怪的是 他的里边顶不开 所以他钻进去就出来 后来我就在这个绿水架上面 就架了一块菜板 把两边的缝都给他堵住 结果有一天我发现 他把菜板给顶到一边去了 所以呢 那最后呢就养成了厨房用完 立马就收拾了干干净净的好习惯 为他吃饭也是听了医生的建议啊 少食多餐 减轻每一餐后肠胃的消化负担 大概吃了两个疗程的药 半个多月吧 检查 没虫了 然后王医生让我们停药一周 再做一次检查 如果还是没有虫 才说明是真的好了 或许跟我们之前做的这个防范工作 比较到位有关系 所以呼伦呢 确实是真的好了 没有再反复 但不幸的是 这么一遭之后 他的长年膜受损很严重 便便始终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软便都算好了 这垃圾也是常有的事 所以呢 我们依然是不管白天还是晚上 只要他一进毛沙盆 就紧张 竖起耳朵听那个声 那王医生是给我们开过猛托石啊 医生菌之类的药 但是他也说了 肠道修复只能慢慢养 至于能养到什么程度 就因猫而异 我们家长能做的 就是在平常给他提供的饮食方面 多注意 于是我们就开始了漫长的调养 前前后后又折腾了三四个月吧 然后帮呼伦士 哪种粮他吃完以后 便便的情况能相对较好 就是我天天扒在那研究他的爸爸 然后结论就是 有穀物的不行 有豆子的不行 有鱼类的也不行 这些他吃完以后 就会立马变得更糟 然后还有一些粮就是 没有这些成分 然后刚开始吃可能也挺好 但是慢慢的又不行了 就是不稳定 直到我买回了百粒高蛋白毛粮 呼伦的便便开始有成型的迹象了 窜息便血这些都慢慢的很少发生了 而且他终于开始长肉了 就这样我们吃了整整一年 小刀也跟着吃 那会儿好像国内养阿比的人 正好就多了起来 而低虫软便又像是一个通病 反正我们群里隔三差五都在讨论 分享经验什么的 所以如果你认识其他养阿比的家长 你问他给猫咪吃过什么粮 百粒高蛋白肌肉猫粮也绝对有性命 公认的软面科兴长肉力气 那我为啥只给护轮吃了一年呢 因为众所周知的口罩原因 动不动的就断货 我甚至是找同行帮忙进货 有时候都不一定进得到 好在都过去了 现在正规的官方渠道货源都很稳定 那坦白说录这期视频的契机 确实是因为百粒他终于找我合作了 但是在这之前 凡是让我推荐猫粮的私信 我只要是看到了回了的 推荐list里面肯定有百粒 平常我虽然给他们几个会几种粮换着吃 但是百粒也一直是我自己在囤的 我觉得真猫真事对大家来说 应该比那个官方介绍来的要更有说服力 当然我还是得代表着官方啊 给不太熟悉的朋友介绍一下百粒 它是一个20多年的美国老牌 最早是给那个动物园的老虎啊 豹子等等猫科动物提供生鲜肉食的 所以猫粮的研发能力和品质是值得信赖的 我们吃的百粒高蛋白肌肉猫粮里边 高达95%的蛋白质是来源于低敏的纯肌肉 单一肉圆 没有穀物 没有防护剂 没有有食剂 它每一颗猫粮外面都裹了一层 冻干鲜肉涂层 所以适口性非常友好 那有需要的家长可以试一试 那现在你们看 呼伦已经完全看不出小时候受过那样的罪了 而且它现在的肠胃 鱼啊 穀物啊 豆子都hold得住 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准肉 所以鼓励大家对小猫 也对自己 都多一点耐心 少一点自责和抱怨 养猫 咱们都有兵荒满乱的时候 视频里那些岁月静好的画面背后 其实也都是我里里外外忙活着 解决各种问题的身影 其实就在前不久 呼伦和小黑又打了一架 然后帮他们重建关系呢 又花了我半个月的时间 上一回猫咪们打架 就有喜欢小黑的朋友问我 该不会是想把小黑送走吧 怎么会 我们当初收编小黑 是多么慎重的考虑之后才做的决定 早就把美好的和不美好的各种可能 都已经在心里预言过了 事实上我们其实都知道 没有完美的小猫 也没有完美的养猫 岁月静好是意外 兵荒马乱才是常态 好了 感谢百丽高蛋白肌肉猫粮 对本期视频的赞助 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